何超瓶今晚出席一個藝術節晚宴 身穿銀色珠片上衣配搭黑色褲的超瓶 看上鋼鍊之餘又高貴大方 被問到妹妹何超年上月 和內地男星豆瀟拉上天窗一試 超瓶亦說很替她們開心 簡直是開心得好像自己嫁女似的 但是她們剛才完結了自己所有的安排 我知道她都忙 豆瓦還要馬上回去工作 所以現在和她溝通 看看她何時回來 都想請她吃頓飯 祝學她 禮物都準備好了 她是一個很… 我覺得很有水平 她又很禮貌 我也很喜歡她 我也覺得她們兩個發展 一直以來大家互相有很多大家共同的喜好 我等她們很開心 會否想讓她們做生季子 我想現在年輕人有自己的編排 她們兩個都是工作型 我相信可能要一段時間 工作繁忙的超瓶 表示通關之後經常去外地做事 還沒有放假機會 她都很期待會有一場輕鬆愉快的旅程 我都有三至四年 都真的很多地方沒有去過 我想歐洲都應該 某些國家城市都會是 top on the list 但法國應該都是一定會去的 因為明年是我們中國 和法國建交六十周年 7月以我所知 我還有很多在內地要開會 還有要去做很多內地的工作 可能要推到8月